去年年底,我国GDP已经接近美国的80%了,很多人都在盘算到底要用多长时间,我国GDP才能第一次全面超越美国。 乐观点讲恐怕三到五年的时间就可以了,然而今年的情况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真是使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长超过了3.3%。 另一方面呢,美国刚刚公布的数据,它在第三季度的GDP成长也达到了2.6%,中美之间的GDP增长差距正在被拉近,也就是说我们想全面超越美国,恐怕时间要拉得更长了。 而另一方面呢,众所周知,由于美元的强势加息,美元对于全球主流货币都在不断的升值,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元对日元就升值了超过30%,而对人民币呢,今天一美元已经可以折算7.2到7.3了。 要知道,今年年初有一度才6.2,6.3而已,也就是说,用美元计算的GDP来看,今年中美两国的差距将被拉大,到今年年底啊,美国的GDP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超过25万亿美元, 所以要全面赶超美国,恐怕要花更长的时间了。 然而,有一个现象啊,很奇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这个本来应当越来越虚弱的经济,它怎么像打了鸡血一样,有点回光反照的意思, 在最近几个月是越挫越勇了呢? 自拜登总统上台以来,为了抵御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开启了无限制的印钞,印钞把美国经济的虚火拱起来了,印钞也使得美国遭遇到了40年未有之大通胀, 所以,为了把通胀压下去,为了不让老百姓感觉到物价天天都在飙涨,在过去几个月,美联储是不断的加息。 今天,美元的存款利率已经超过4%了,连带着美国很多地方的按揭贷款利率已经超过6%,接近7%了, 这样高的利率已经比我国的基础利率和房贷利率都要高得多得多了,因此,全球的美元都在回流, 美元变得越来越强势,可是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美元如果强势升值, 美联储不断加息的话,会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加息使得美元的流动性减少,市面上的钱减少, 对美国经济应当是有打击的呀,美国经济应当一决不振才对, 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此前在加息的时候,是甚之又甚的然而, 第三季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疯狂的加息,另一方面,美国却走出衰退, 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做过出口贸易的朋友们都清楚, 当一个国家本币贬值的时候,是有利于出口的, 当一个国家本币升值的时候呢,是不利于出口的, 对于我国来讲就是这样,半年多以来,虽然人民币在不断的贬值, 但是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而言,倒算是一个利好, 为什么?我们出口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 但是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赚到的人民币才是踏踏实实的, 这半年多以来,美元对人民币不断升值, 我们出口的商品如果保持价格不变的话呢, 相当于我们赚得的人民币会增加,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感觉到想增加商品的竞争率, 我们可以主动降价以卖出更多的商品, 但是由于美元对人民币升值,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降了价,反而赚的钱还更多了, 所以本币贬值是有利于出口的, 但是美元可一直在升值啊, 而且美元不只是针对人民币,针对日元的升值, 美元是对全球所有主流货币的升值, 然而在美元强势升值的同时呢, 第三季度美国的出口却暴增, 而且有经济学家指出啊, 美国第三季度GDP成长着2.6%, 有80%以上的贡献是出口大增造成的, 也就是说美元升值升得越厉害, 美国出口反而增长得越快, 导致美国经济成长就越快, 这似乎是有一点违背经济学常识的, 然而仔细想一想, 这一点却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正在大量的服用补药, 咱们中国古代有很多江湖术士, 他们经常说啊, 当一个人年龄大年老体衰之后啊, 你想延续自己的生命呢, 你可以找一些同男同女, 用彩阴补羊吸精补血的方式, 使自己延年益寿, 换句话讲, 就相当于现代富人, 有很多人去打什么阳台素啊, 给全身换血一样, 用新鲜的血液去养活自己衰老的躯体, 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 他如何服用这样的补药呢? 哎, 补药就是整个欧洲, 美国经济成长靠出口, 那么美元不断升值之下, 美国的商品应当失去价格竞争率, 根本出口不可能增长啊, 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 美国有一样物品的出口不断增长, 而且不管价格多高, 不管美元如何升值, 买家还是心甘情愿的疯狂的大量购买的, 这样物品的名字叫能源, 是的, 欧乌战争打了八个多月, 在美国的指挥之下, 西方世界团结一致, 共同制裁对抗俄罗斯, 最关键的就是不买俄罗斯的能源, 不买到什么状态呢? 仅天然弃着一项啊, 过往这些年, 欧洲40%以上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而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大概7%, 再过几个月, 可能这个数字将会降成0%, 那么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买谁的呢? 当然可以买美国的了, 美国今年把它天然气出口的70%都掉拨给了欧洲, 不光天然气啊, 还有石油, 今年前7个月, 美国向法国出口的石油, 每个月都维持在500万桶以上, 最高月份更是逼近了1000万桶, 而去年同期, 美国出口法国的石油, 最高才只有每个月470万桶, 是的,石油, 天然气这两样, 美国页页油革命成功之后, 可以自给自足的能源产品, 今天成了美国喝欧洲血, 服用补药的良方, 当整个欧洲面临空前的能源危机之后, 美国适时伸出了它的援助之手, 只不过这个援助也是要算钱的, 如果算经济账的话, 那么对于欧洲各国而言, 当然是谁便宜我买谁, 谁运费低我买谁, 美元在不断升值, 所以美国出口的商品本来应当没有任何价格竞争利财队, 然而欧洲各国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我管你价格多高啊, 我为了对抗俄罗斯, 我必须疯狂的购买美国的能源, 所以美国商人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赚到什么状态, 法国财政部长说, 每一船美国运到欧洲的LNJ液化天然气专用船, 美国商人就能赚2亿欧元, 要知道这一条船才卖2亿欧元呀, 而美国的能源巨头更是心花怒放, 埃克森美孚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就赚了190亿美元, 而苹果公司在同期也不过赚了207亿美元的净利润而已, 是的, 卖石油赚的钱已经堪比那家全球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了, 虽然美元在升值, 虽然美国商品是不具有任何价格竞争率的, 但是由于俄乌战争, 美国人抓到了这个发扬财的大好机会, 因此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才实现了正增长, 当然这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整个欧洲的逐渐沉沦, 您想欧洲人拿大把的钱忍受这个能源的高代价去供养他们的美国主子, 那么欧洲经济将变得怎么样, 欧洲面临了比美国更加严峻的通胀危机, 欧洲很多国家, 德国英国都已经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当然能源价格涨得更是离谱, 我们在很多小视频平台看到了很多德国普通老百姓在晒他们的天然气账单, 以往一个月七八十欧元就行了, 现在一个月要上千欧元, 这还只是普通居民老百姓那些商业企业怎么办, 那些工业企业怎么办, 那些大型制造业企业怎么办, 他们要背负多么沉重的能源代价呀, 是的, 就在美国靠大量出口能源赚得盆满钵满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同时, 欧洲很多国家变成逆差国了,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 在今年五月份, 德国颇天荒的出现了十亿欧元的贸易逆差, 十亿欧元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毛毛雨而已, 但是这个趋势很不好, 要知道在2021年之前的五年间, 德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 每一年德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都能创造超过2000亿美元以上的顺差, 这保证了德国经济的发达和德国老百姓的福利生活, 然而在今年五月份, 德国颇天荒的开始了贸易逆差,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太简单了, 就是能源的问题, 俄乌战争之后, 德国摒弃了前总理默克尔16年以来的能源战略规划, 不买俄罗斯的能源, 只能去买挪威美国的高价能源, 所以大量的工业企业在不堪重负之后, 很多迁出了德国, 很多进行了减产, 德国商品的价格竞争率越来越弱, 出口越来越少, 而与此同时呢, 能源价格在提升你进口得越来越多, 所以德国都会出现贸易逆差,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一切并不是一个结束, 只是一个开始啊, 俄乌战争打了八个多月了, 现在一点结束的迹象都没有, 甚至乌克兰每天还要叫嚣加入到北约, 英国元首美国把北溪管线炸掉了, 双方坐下来谈判的基础都没有了, 俄欧关系是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当然这对美国来讲是重大利好, 美国页岩油革命成功之后, 他费尽心思考虑如何把本土多余的天然气和石油运出去赚到钱, 所以两三年前他就和我国签署了长达20年的天然气出口协议, 那个时候美国人还真怕我们变卦, 所以加上了很重的违约条款, 而这次恩乌战争算是彻底解决了美国能源的售卖路径, 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是绝对缓和不了的, 整个西方世界会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也不会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欧洲到哪里去买能源, 自然只能跟美国买了, 而不管美国的能源价格有多高, 美元多强势多升值, 美国天然气石油运过来要加多少运费, 欧洲也只能承担这个苦果, 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三到五年吧, 美国经济绝对找到了一条可以延年益收的方法, 那就是吸血欧洲, 近些年来美国已经去工业化了, 美国非常希望制造业回归美国, 好啊, 由于能源价格高企, 大量的欧洲企业未来会迁到美国去, 美国有充足的能源, 自己用不掉正想卖掉, 好啊, 欧洲可以大量购买美国的能源, 把自己的工业让给美国, 自己又成为美国能源的倾修弟, 欧洲看样子未来真正会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了, 那么喝欧洲血吃这服补药, 能让美国经济再支撑多少年呢?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